上次說到六重走過去,撿起李秀英扔下的寶劍,對準他的心口,用力就想向下一刺,就刺死李秀英了。 就在這個時候,六天雕好像發瘋一樣,從帳篷裡撲出來,抓住他爹的手,說,爹,爹,你千萬不要殺他,你殺死了他,那我怎麼辦?爹,爹,你,你,你不要動手,你不要動手,爹,他受了小人疏擺,以後,以後我多點怨他, 爹,人不禁百言,目不禁百苦,可能他會回心轉意,等他回心轉意,跟我一起好好過日子,不就行了。 六重看到自己的兒子這樣說,心都軟了,就說,唉,好吧,首先將他押起來再說。 對了,剛剛不是說,六天雕已經醉了,為什麼會跑出來的呢? 沒錯,因為剛剛陳媽看到兩姐妹打起來,知道糟了,想來想去,唯有六天雕解到唯的, 沒錯,因為剛剛陳媽看到兩姐妹打起來,知道糟了,想來想去,唯有六天雕解到唯的, 又推,又拿水泥噴到她的臉上,再將它搞醒,陳媽就告訴她,說大小姐和二小姐反了臉,現在在外面打起來, 叫她快點出去解圍,如果不是的話,二小姐就沒命了。 六天雕感覺 當時當時是人醉深不醉,一聽出二小姐有點危險, 嚇了一跳,當堂走氣沒有錢,她一心想娶二小姐回來, 人有 conducted被她掉,甚至是使用她心肩陡拿去盪, 就算是在用廠房索 道歉, 就把帳機打在 núcle,Max 我扶出帳篷 Erst 看, 刚好就看到爹 握着把剑 想说击死李秀英 于是就上前来拦住了 青年就说 阿哥 你还想留他 哎呀阿哥 他怎么会跟你一心一意过日子 才行的 如果不是我 我看你的头都没了 这么大个人 喝了两宗酒就懵了 快点 拿回震道出来 交给爹 快点 阿爹 老实说 这个阵图 我本来都不喜欢保管 给就给回你 于是 陆天就把阵图 扔出来 交给陆重 这个时候 天就已经光了 白重辉走来说 师叔 昨晚的事我就知道了 我已经就名楼王 千岁就很感激大妹妹 如果不是他的话 我们的阵图就没有了 现在楼王要书我大妹妹上殿 说有掌 陆重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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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首辉 陆重辉 封 末尼 姑娘站起身 走到父亲身后面 站在一边 留宋望下 这个六青年 举子端庄 稳重大方 生得又漂亮 又有一身好功夫 那就说 姑听百元岁话 六小姐捉住了高怀梁 又捉住道徒奸细 攻大于山 姑 想你彩段十匹 黄金百两 欲足一户 借千岁 立刻有人送过奖品 六青年过来私礼 将那些奖品 接了过来 交了给六天雕 这个时候 殿头官邻报说 城外来了一支人马 大概有千多人 说是抱越岭来的 主将是令功皇怀 现在要求入城 不知道皇上比不比呢 刘崇一听 皇怀来了 对了 非常之高兴 为什么 因为这个皇怀 是河东十二家令功之一 那把大刀 勇猛无敌 尤其是他的老婆 金头马士 手洗一箱 质黎铺锤 更加勇不可挡 几日之前 呼延峰上山请他 来镇守晋阳 因为筹备凉草 来迟了几日 刘崇说 嘿嘿 他来得对了 叫黄令功 兵贼城外 请他入朝 全子官下去 没多久 黄怀上殿 见价已不 刘崇说 黄爱卿 你来得对了 守晋阳 正缺人手 大阵之内 亦缺人用着 我轻多有辛苦 黄怀说 千岁 我带了一位英雄来 这个人 文通武略 样样都行 我称得上是 擎天白玉柱 架海紫金梁 千岁有了他 实能够打退大洲兵将 是谁 他是我的文帝 李志平 这个李志平 使一条亮银军 有万夫不挡之勇 因为国家正在用人 我将他带来 不知道千岁 会不会重用他 好 有这样的人才 一定重用 算他上殿来 这个李志平 年纪大概是二十二三岁左右 身高就不够九尺 面齿肤粉 龙眉入殡 就悟目有神 通关鼻 灵国嘴 生得够了 英俊 十足到反 西梁的马超 这样的 金殿之上 众人赞不绝口 大小姐 李青年 看了之后 心想 咦 什么这个人的样子 好像这么熟 咦 他像谁呢 只见那个李志平 行上了金殿 神态自约 态度非常之瀟灑 公身思礼 说 草民参见皇家千岁 当时免礼平身 那个刘宋 一望那个李志平 心就已经喜欢了 但是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真材实学呢 好 要考一下他先 于是就说 小壮士 今年 几岁 二十三岁 文武两计 你擅长 什么 草民 自幽失寒 功底不深 文武 也都只能够是略知一二 嗯 好 略晓者 即可知也 用兵 讲的是什么呀 用兵者 远涛近略 攻杀战手 斗隐迷腹 为武者 也就是 马上报下 软硬功夫 好 本王 要看一下你的武术 皇上千世 我可以练一趟清平剑 好 想他保剑 内子 递过保剑 李志平 按燕 似 推崩 王 杀了声 将那把保剑 拔了出来 剑销放在一边 立好门户 邪身 垮步 将那把剑 没起来之后 身轻如烟 真是 轻似狸猫 快似猿猴 猫喘狗跳 猫到快起来的时候 只见剑光 就不见其人 连那个绿重 都看到眼尾在那里 闹头 那个刘崇 其实是个行家来的 所以越看 心就越高兴了 等到那个李志平 收住剑招 气不喘 灭不红 周围的文武 也齐喝你彩泥 只唯有那个绿天雕 就不服气 他走过来说 千岁 这个是谁 啊 姑娘 忍见忍见 李装士 这位是绿天雕 外号叫做大徐章 你们两个 以后就要拍硬当才行 李志平就杀分客气 一抱拳话 陆将军 失敬 失敬 陆天雕呢 向前一进身 两只手 拉住了李志平一手 心想 让我出点力 让你捱一下才行 于是 两只手 一用力 就像把键 锯住了李志平的手 一只锯 一只就说 李装士 你好啊 李志平心想 想和我教两个力气 于是 一反手 啪的声 捉住陆天雕的手 一拉过来说 好 大家都好 一字说 一字用力一捏 啪的声 两个人的鞋底 都砸爆了 各位 只要他们两个 用了多少力 来摔地下 就不知道了 而周围的文武呢 吓得伸了一条腿出来 又缩不回入去 两个人就这样 你捏住我的手 我捏住你的手 过了没多久 陆天雕就开始 顶不顺了 这边陆虫呢 任美拿脚来摔 心想自己这个儿子 都不知道怎么搞的 在皇上千岁面前 搞一件这样的事 而刘宋呢 也都开始有点害怕了 他心想 两虎伤 差是必有一伤 伤了谁 都是自己手下来的 于是就说 两位将军 即刻送手 你们 一个是孤的左臂 另一个是孤的右手 好了好了 不要争了 快点松手 陆天雕这样才乘机放开手 说 挺好力啊 有点力 李志平呢 笑眉眉地说 陆将军 见笑 见笑 说完就 死在一边 刘宋说 嗯 李庄氏 顾封你为 副镇主 帮陆老将军 守镇 立功之后 再封官职 多谢 王家千岁 文武就一起来祝贺 然后 刘宋就在偏殿上摆车 酒宴 为王怀 李志平 陆青年 接风 刘宋就坐在中间 左边是陆家三仔爷 右边是王怀 和李志平 文武就在两边 相陪 众人就纷纷 敬走给刘宋 突然这时 李志平就走过来 向刘宋敬走 六青年 也都走过来 敬走 两个人面对面 你望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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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 Plea 咦,是呀,这一对多邓庆啊。 想到这里,马上小小的问六重话, 宁爱青春几何? 啊,十九岁,可曾许配人家。 哎,皇上千世,我们是沾山姑女,尚未分配。 嗯,跟着刘宋就问皇怀了。 李壮士可曾家立业否? 皇怀就说,他刚刚落山回来,还未订婚的? 嗯,那就对了。 这个是天作良语。 陆老英雄,孤王金日为梅, 将宁爱许配给李将军为妻。 你看怎么样? 呃,呃,这个。 六重就皱了一条眉,心想, 是,李志平是人才不错, 武艺也很好。 知不明出处, 又不知根底, 儿女终身大事, 怎能够这么草率呢? 但是皇上千岁开口, 又不要当面反驳, 因为皇帝一开金口, 开口就为圣子的了嘛, 怎能够反驳的呢? 于是,于是就说, 皇爷,等战争结束, 先说吧,好吗? 刘宋就说, 嗯,好, 呵呵呵呵呵, 好, 打完仗之后, 你们再逢止完分, 今天就算是定顺了, 孤王做梅人, 亲事就算定的了。 各位, 要之后事如用,